大爷见义勇为抓小偷 却没有戴上腿 追到最后才发现 自己被围了 对方还要讹他一笔大钱 不料这一幕 被一个认识的大叔撞见 大爷欣赏着有救了 小混混们却嚣张得很 直接让他滚 那人竟真的扭头就走 大爷安堂四风日下 任由小混混们摸来摸去 没想到那人并没有走 而是捡起一块砖头 当场放翻了一个小子 接着就语重心长地教育 这帮小年轻 要尊老爱幼 领头的不服气 竟亮出了刀子 他还不知道 老朴干了几十年的刑警 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很快领头的 就被老朴摁在地上摩擦 这真的是爸爸打儿子 随便揍 但大爷还不知道 他从此惹上了一个大麻烦 他到哪儿老朴就跟到哪儿 老朴倒不是图大爷报恩 而是要请大爷帮他一个忙 但这却把大爷气得不行 他指着早餐店的老板娘说 这个忙他帮不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指 却让一个饥饿如仇 办案无处的老行径 吓得四肢颤倒 面无血色 这是来自他记忆深处的恐惧 他看到了啥呢 一对恩爱有加的老夫妻 原来三十年前 有一件震惊全韩国的连环杀人案 上至八十岁花季老汉 下至十八岁空巢少女 都是凶手的目标 但所有遇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空巢老人或者独居女孩 一时间韩国万人空巷 人心惶惶 然而凶手在作案 二十三起后销声密誉 至今能逍遥法外 老朴成亲眼目睹队长被凶手杀死 他仅仅是看了对方一眼 就被吓得不知所措 锁止了车门 那是死亡的眼神 直到战友老崔赶来 他才回过神来 三十年来 他没有一天逛季过那天悲怯的自己 而最近又有独居老人和年轻女孩 接二连三的死去 其中就有当年一起办案的战友老崔 老朴无比确定那个恶魔重现人间了 因为作案手法和三十年前一样 这些人都被伪造成自杀 死在了出租屋里 而方东就是老朴救过的大爷 他将一切都告诉了大爷 大爷当然很气愤啊 恨不得将这个恶魔扒皮抽筋 但当他让大爷帮忙引荐老板娘的时候 大爷却极其不情愿 因为老板娘是当年连环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 但因为受了刺激 又失了当时的记忆 而他恰好是大爷的诸客 老朴本想找他了解一些线索 但因为大爷对老板娘情有独钟 不允许老朴这么做 他指责老板娘说 他忘记一切 开开心心的活着不好吗 但就是这么意思 老朴却看到了那个让他记了三十年的眼神 他无比确定对方就是凶手 随后大爷打听到了那个人的柱子 对方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 并且和瘫痪十多年的妻子恩爱有家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但老朴却告诉大爷 变态为了防止被人怀疑 往往会伪装成很爱家人的模样 而大爷之所以要帮忙 是因为唯一和他要好的诸客 志恩失踪了 他们在志恩的房间里发现 志恩的室友被杀 志恩却不知所踪 老朴坚信女孩一定是被医生绑架了 恰巧这是医生要出门 老朴让大爷进去找人 而他就跟着医生 但大爷并不同意这么做 可还没等他说完 老朴就跟了上去 无奈大爷只能潜入对方的家里 对方果然是个医生 这是大爷听到了女人的乌夜声 他以为是志恩 马上顺着声音找去 没想到对方是医生瘫痪的妻子 对方似乎想和他说些什么 但无法开口 大爷赶忙解释 自己只是要确认一下 并无恶意 但他找遍了医生的家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紧锁的铁门 吸引了大爷的注意 和铁门是密码锁 他根本打不开 而老朴也遇到了麻烦 小混混挡住了他的去路 虽然老朴再次教他们做人 但还是被对方趁机捧了一刀 而大爷这边则拎起扳手 开始砸锁 但当他砸开门锁 医生也站到了他的身后 奇怪的是医生非但不报警 还要放他走 大爷见对方如此 反而理直气壮了起来 非要进去看一眼 两人就这么僵持了 可就在这时 老朴赶了过来 他让医生举起手 随后众人进入了密室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阴妇花 医生赶忙跪了下来 颤抖着说 这些都是给瘫痪的妻子准备的 因为有防止肌肉收缩的功能 可老朴才不信这些鬼话 他让医生戴上口罩 而当老朴确认过眼睛 马上抠动半斤 要杀了这个恶魔 但当子弹打完 大家才发现 这是一把玩具手枪 而这时医生让大爷 收一下老朴的身 应该会有什么东西 果然大爷找到了一个名牌 原来老朴患有老年痴呆症 他们联系了老朴的儿子 将老朴带走 但大爷在回去之后 却辗转难眠 因为智恩现在生死未卜 突然他想到老崔生前曾告诉过他 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喂狗老人 好久都没有见过了 那他会不会也遇害了 他马上找到对方的家里 果然人已经凉透了 凶手甚至连狗都不放过 而他发现了一把钥匙和一块布料 他马上想到 前几天给一个诸客 配过相同的钥匙 对方的裤子也是破破烂烂的 果然大爷在那个诸客的家里 发现了行动路线 和遇害老人的照片 同时发现了还有对方的工作证 大爷顺藤摸瓜找到了对方 质问他把智恩藏到了哪里 一开始对方还装糊涂 但大爷说已经去过他家了 眼见事情败露 对方一拳打翻大爷 在一顿拳打脚踢之后 趁机逃了出去 而当大爷追出去的时候 对方却被一辆突如其来的汽车撞死了 而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对方是一个保安 最近死去的老人就是他干的 但并没有找到关于智恩的线索 大爷找到警察 说一定是三十年前的凶手 杀了保安 并且绑架了智恩 可警察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说凶手如果活到现在 最少也六十多了 这样的老人根本没有力气杀人 说完还嘲笑起了大爷 大爷大骂他们拾其路 干其事 怒气冲冲的离开了警局 与此同时 老板娘也看到了新闻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而大爷找到老板娘 想让他提供一些帮助 老板娘告诉大爷 他当时怕凶手杀了他 根本不敢看对方的脸 但对方身上有浓郁的香味 他的手势也很奇怪 好像有六根手指 大爷马上将这个情况 告诉了老朴 但老朴却笑嘻嘻地说自己饿 想吃炸酱面 看来他是真的病 可就在大爷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朴却说了句 大爷以看病为由 果然发现医生的手上有伤 他马上说了句 为什么要把多的手指切掉 而对方的眼神 瞬间变得凶狠了起来 他拿起木牌 将大爷砸晕了过去 随后他将大爷带到密室 打开暗门 里面赫然就是被囚禁的志恩 接着医生将瘫痪的妻子也扛了进来 而他接下来的一番话 说出了一个变态杀人狂的心怒异常 子音看了一眼女孩 他就潜入对方的家里 将女孩打晕 然后带回自己的秘密基地 他要干啥呢 他要损毁女孩的神经 让他一辈子无法动弹 不仅如此 他还要将女孩毒雅 让其无法说话 只保留女孩的视觉 听觉和感受到痛觉 大爷大骂他是个疯子 问他到底要干嘛 变态一脸平静地说 志恩是他新制作的完美妻子 而他现在的妻子 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得到的 不过他受够了现在的妻子 而志恩将替代妻子 成为他新的玩偶 接着变态拿起电锯 就要肢解妻子 可就在这时 老朴却赶了过来 他让对方就此停手 可变态以为他拿的是上次的玩具手枪 根本不予理会 接着啪的一枪 打中了变态的耳朵 这枪竟然是真的 原来老朴的儿子也是行径 他趁着儿子给他打饭的间隙 偷走了儿子的配枪 老朴让大爷带着女孩赶紧离开 可就在这时 变态拧开瓶盖 将硫酸扑向了老朴 手枪瞬间落地 变态马上扑向老朴 而老朴则事后着 让大爷赶紧走 双方就这么施打在一起 但变态却拿到了枪 一枪放倒了老朴 就在他要杀了老朴的同时 生不如死的妻子 却在背后一一压压的嘀吼 似乎是在发泄着 积攒多年的愤怒 也似乎是在咒骂着变态禽兽不如 但这却让变态厌恶了 一枪放了 随后变态追上了大爷 但志恩却被大爷藏了起来 变态恼羞愁怒 要送大爷上路 可就在这时 老朴再次赶来 最终两人合力将变态制服 但大爷却用身体挡住了巨石 说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 你杀了他 只会让自己更伤心 我们做到这儿已经够了 老朴大吼一声 扔掉手里的巨石 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 在大雨中放声痛哭 最终变态被绳之以法 志恩也恢复了正常 本片根据真实案件 华城连环杀人案改变 案件调查结束时 距离首案时隔34年 凶手李村仔 但真实案件并不像电影 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而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遗憾